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VUE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多路由的拼图 什么意思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首先说 什么叫做多路由的拼图呢 也就是说 咱们为一个路由 或者说为一个画面 干什么 组合多个组件来完成整个页面 以前我给您讲解的课程 都是说咱们这一个画面 这一个页面只有一个组件 对不对 当然我这组件指的是VUE组件 那么今天咱们要在一个画面中 显示多个组件 组合多个组件该怎么做 咱们看 今天一共用到两个知识点 第一个叫做RouterView 这个其实是用于绑定 某一个路由中的某一个组件 一会咱们会看到它的写法 另外就是叫做Components 注意看 咱们这加了个S 咱们以前做什么用的S 为什么要加S 这是容易错的地方 一会我会给您讲到 好 今天知识点就是这么多 咱们马上开一下实战演习 今天的实战演习 大家请看 一共用到了五个文件 前三个是什么 前三个是标准的VUE组件 它代表什么 大家请看 代表咱们要显示的 这个页面的页头 以及这个菜单条 编条 以及数据显示器 咱们今天要把这三个组件 组合一下 放到一个页面当中 该怎么做 一会看 好 接下来咱们有了组件 咱们需要对路由进行配置 把这三个组件嵌入进去 怎么嵌 要修改 router下面的index 这个文件 一会看到 最后 咱们声明了组件 并且嵌入到路由当中 那怎么使用呢 在咱们的入口APP view里面进行使用 OK 这就是咱们五个组件 咱们一个个看 五个文件 咱们一个个看 首先 咱做一个header部分 页头 对吧 这内容呢 很简单 大家请看 就这么两行话 一个是标题栏 一个是div 欢迎您来到小马的vue的课程 没问题吧 接下来 编条 sidebar 没问题吧 或者叫menu bar 无所谓啊 这里面我就打印了一个这个编条 你说的能不能下来其他内容 OK 没关系 为了给咱们演示的简单 咱就这一行 接下来detail 数据显示器 这个地方呢 咱也是非常标准的 一个he 一个p自然段 显示一些个内容 OK 这就是咱三个准备嵌入到一个页面中去的三个vue的组件 那么怎么设置 大家看啊 这是路由的部分 怎么写 大家看 首先我先把这三个组件input进来 这必须嘛 肯定啊 然后咱们修改一下根路径 这根路径干什么 以前这可能叫一个component 我这根路径绑定一个组件 今天不对了 我把那块删掉 然后呢这写component 注意 这个地方是加s的 一定注意 有朋友说 我怎么写完之后出不来呢 对 这一定人没加s 一定要加s 加完之后呢 咱们把咱这三个组件 嵌入进来 分别给它们起一个简单的名字 怎么起都行 我这就叫my myheider mysetbar mydetail 没问题吧 这样的话 咱们就相当于说 把这三个组件嵌入到了根路径下 一会咱们会看到效果啊 接下来 咱们需要修改这APP 对它进行一些简单的使用 怎么使用 咱们看啊 大家请看 咱们APP这里面 其实我在这生成了一个表格 table 没问题吧 这个表格里面分两行 第一个TR跟第二个TR 咱们这第一个TR呢 我把它做成页头部分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呢 我写上了routerview 然后呢 name等于什么myheider 这个myheider 就是这个myheider 在路由中设置了这个组件名 没问题吧 我把这个组件myheider里面 这个实际是这个sitingheider呢 嵌入到这个路由view中来 没有问题吧 OK 接着咱们在这表格的第二行 有两个单元格 一个是td 一个td 俩都是td啊 一个是sidebar 一个是detail 写法呢 和这个heider完全一样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没问题吧 我在画面的左边 20%宽度的区域呢 显示咱们的菜单条 我在画面的中间 或者说中间偏右 80%的区域呢 显示咱们的mydetail 这就是咱们页面显示的内容啊 您可以现在想象一下 大概是什么效果 第一个表头 是咱们整个页面宽度 然后第二行呢 左边20% 显示sidebar 然后呢 右边80% 显示具体的内容 OK 这就是今天所有内容啊 咱马上编辑一下 运行一下啊 首先 首先稍等啊 首先我先把这个server启动起来 免得一会儿花时间 go 好 那咱们一个个来啊 我先打开component 然后咱们需要编辑三个组件 对不对 这三个组件 稍等啊 咱们从上来啊 我这建一个setting文件夹 咱们就编 因为是为什么吧 咱不可能把所有组件都放在组件文件夹 很乱嘛 所以咱们要建几个文件夹 进行分别的管理啊 好 首先咱先来的hidervue yes 然后hider内容烤过来 没问题吧 接下来 接下来编辑sidebar 稍等啊 我这个虚拟机 哎呀 一直说慢就是一直没办法 好 烤过来 sidebar 然后编辑一下sidebar的内容 就是一行 编条 对吧 hider sidebar ok 最后 detail组件 烤过来啊 也是烤到setting下面 go 然后 data组件稍微多一些啊 一定要连这个template一起烤啊 因为它这个是vue组件的标准的写法 ok 咱们声明完了三个组件 接下来怎么着 在路由中对它进行配置啊 首先import 找到我的这个 我看路由哪去了 这儿了 looterindex 然后先把它们割仨 imple进来 没有问题吧 接下来 咱们再跟下对它进行配置 大家注意看 这个地方是component字 再说一遍啊 绝对不能不加s啊 大家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name起成什么无所谓 叫helloword也可以 ok 接下来咱们在app中对它进行一下使用啊 其实很简单 就是这个table的部分 我刚刚才给您讲解过啊 咱们马上拷贝过来 appview 然后上期的内容咱们把它都删掉吧 没有用啊 ok 就保留咱们今天的部分哦 好的 没有问题 那咱们现在马上运行 咱们绑定的是根路径 所以说呢 咱们直接访问根就可以啊 试试一下啊 这是我的官网啊 哎 对了 我的这个官网多了一个臂长啊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订阅我一下啊 好 够 哎 大家请看怎么样 出来了吧 这个就是咱们的效果 首先说 你看第一行标题栏 没有问题吧 它呢 占页面整个宽度的百分之百 这个边条部分呢 占百分之二十 然后这个详细部分呢 占百分之八十 然后这三个分别 这些分别是嵌入三个不同的组件的内容 没有问题吧 比如说 Header 这个地方是标题栏 我这加个111 行不行 看一下 11对吧 什么这个地方是嵌入标题组件 边条部分 边条部分是sidebar sidebar 咱们前后加一个 括号算了 中括号 哎 怎么样 这个组件也被嵌到这了 没有问题吧 详细显示字不必说 这再加上 也是再加个中括号算了 没问题吧 所以说咱们通过这个呢 来对这个页面的实行各种各样的内容的组合 非常的方便 对不对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速度内容啊 不知道您听见没有啊 应该不是很难 然后呢 今天我的代码呢 会放到开人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优酷 同时我也会传B站 希望您呢 能够持续关注我支持我 好 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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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